大家好 本期节目我们讲三个内容 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中英边境的最新情况 因为昨天的那个消息太简单 今天呢又有一些具体的情节暴露出来 第二个呢我们谈一下美国可能会禁止中国学生来美留学 第三个呢我们就说一下 捷克的布拉格市长怒对王毅这件事情 首先在评述印度这件事情之前啊 我们先给五毛播一条好消息 那么这样的话五毛粉红呢也会精神为之一正 现在呢美国国防部发布了最新的中国军事报告 这里面呢主要有两个内容 他说呢中国计划将核武器增加一倍 第二个他表明呢 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已经超过美国了 这个消息啊五毛听了以后应该是非常兴奋的 他海军里头给了个数字 他说中国现在有350艘军舰 美国呢只有293艘军舰 从这个数量上中国现在已经是超过了美国 已经成了世界第一 那么后面呢中印边境的这个具体冲突中间呢 这个可能五毛听了又有点沮丧 首先这个结果是啥呢 就是说现在印军已经完全占据了班公错湖南岸地区 以前班公错湖是一家一半 中共为了在这个地方展示他的威慑力 还在班公错湖里头含有两艘这个军舰的 就是快艇吧 当时的国内报道说呢 这是中国海拔最高的海军嘛 就是指的在这个班公错湖里头 有两艘这个海军的舰船 那么他现在指的把班公错湖南部地区全部占领了 那么我们可以说解放军在班公错湖这个水域的可能领地就非常小了 本来这个地方呢 可能还存在着一些争议的地方 但是他现在说把这个地方完全占领了 你说他这个用词里头你就能听出来 等于说共军以前占领的地方 现在被印度军占领了 实际呢 张太公呢 昨天分析的是比较准确的 就是现在印度说的时空线 就是上次印军把解放军的部队打撤退以后 占领的地方就是他的时空线 就是现在他已经真真实实的占领了班公湖南岸地区 网上下有一个视频 他们在那呢 在哥在我都在那庆祝胜利 这是一个消息啊 第二个呢 他这里头又说了 就是他们这个纠纷是怎么产生的呢 他就说呢 在8月29日晚上到8月30日凌晨 就是周六晚上夜间吧 他说大概约500米中国军人呢 试图通过一个峡谷 这个地方呢 有个村子叫出书乐村 大概想通过这个地方 他可能想去到这个班公湖附近吧 这个他没有说他准备去哪 说准备去这个地方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被印度的这个部队伏击了 印度这边的报道说呢 印军先发制人 阻止了中方在班公湖南岸的活动 采取强制措施 强化了阵地 粉碎了中国单方面改变当地现状的意图 印度方面是给的这样一个报道 那么印度这边呢 他肯定是侦测到了解放军有一支队伍要到这个地方来 他们可能提前在这个地方设服 然后在这个地方进行了一场打斗 这个持续时间呢 三个多小时的肉搏战 但是这里头没有报道使用这个冷兵器 就是拳头对拳头 最后呢 把解放军给打撤退了 在这次搏斗中呢 俘虏了三十多名解放军战士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这次打斗 我觉得有一点 你既然这个解放军 上次都有这个经验了嘛 那你确实应该派一些这个体格比较健壮的 格斗水平比较高的人上去嘛 那这次结果你一打又打输了 那你说对你自己的士气多么打击呢 因为你上次打是 你让印度人啊 来了个措手不及 就说别人是石头棍棒 你戴的是狼牙棒 等于说你动凶器了 对方没有拿凶器 等于说印度人给吃亏了 实际最后谁吃亏了 现在还不好说呢 印度那边说死了二十个人 但是印度的死亡士兵都受到了国葬的待遇 那么中共这边死了 让我说最少有三十个人以上 那么这些人都成了无名英雄 国家不宣传 现在网上把这个墓地的照片都流露出来了 我数了一下啊 那个星天的坟堆最少有三十五个 但是他那个脚上那个地方还有一点没照上 我觉得上次就是打死了三十多个解放军战士 那么你解放军要吃过这个亏了以后 你应该长点记性嘛 拍一点能行的嘛 这里面呢 我们再说一下 他这个运渡军方里头啊 他在这里头有一个评述 就是通过上次以后 双方在谈判的过程中呢 约定再进入有争议地区呢 都不携带武器 都是空手去的 所以这回为什么会有肉搏战呢 就是有一个新的约定 就是大家进入这个区域去啊 都不要带武器 那我们要发生冲突了 我们就是拿拳头打 对不对 那就是看谁的武功高 这真是到了最原始状态 武器都不用了 就是比这个东西 我觉得解放军这时候 应该火速招那些雷雷呀 马宝国呀 还有那个永春的那个叫什么 丁浩呀 还有盐芳大师嘛 把这些人赶快火速招到部队去 你想这些都是有神功的 都能隔山打牛 盐芳大师手一推 隔山打牛 直接把十个人都震翻了 那你想想 你把这样的人放到这个队伍里头 那肯定会有奇效的 所以改变改变策略 你看这次弄的就非常的被动 这个里头呢 现在还有一个情况 他这次啊 不光是印度军人 他这个军人里头 他还夹杂了一些当地人 这个人呢 叫图伯人 图伯人你听啊 实际他就是什么呢 就是藏人的另一种译法 他叫图伯人 更接近那个英语的Tibet那个词 图伯人 你再想想 我们是不是在唐朝的时候 称西藏叫什么 图伯吗 所以我觉得图伯可能就是指的藏人 但是他在这里头没有做特殊的标注 我上网去查了一下 应该是指的藏人 那么这个地方实际以前就是藏人的领地 达赖的流亡政府也离这个地方不远了 所以他这次是吸收了这些人进来 你看他们把这个班公湖南岸站了以后 在那再歌再舞 所以这次的这个情况啊 跟以前是有大大的不同 江太空就把这几个细节给大家讲了一下 那你要清楚 在这次是纯纯的肉搏战中间 解放军被打退了 而且别人俘虏了三十多个解放军 这个打斗的规模你可以去想 这个是不是有点印尽了 江太空最早的时候 说中印之间的纠纷 咋解决呢 双方各选一百个精壮武士 展开一场比武 谁赢了 谁站这个地方 大家还有这个记忆没有 现在是不是有点像江太空说的那个意思吧 对吧 那么现在呢 印度这边也是发出了恐吓 他就说要是中印全面开战 我就是切断马六甲海上的这个能源运输线 这个实际昨天江太空在这个节目里都已经说了 那么目前中印双方能不能打起来呢 昨天是有悬念啊 我们再说打不打有印度决定 中国这边他是打一个对手牌 人家既然已经出了招了 那么我们不硬招 也表现的是不行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 中国在阿里的昆沙机场这边加紧扩建 然后呢 还有几个这个军事基地呢 也都在加紧扩建 公路铁路呢 也在加紧修 印度那边也是一样的 但是这里头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 印度在他的领土一方啊 有一个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个军用 那个地方离这个交战区的距离 应该是比中国的空军基地更近 更便捷 所以双方实际都是在这个地方做战备啊 打不打 那取决于双方的意志 我看印度人想打的意思更大一点 好吧 我们再继续等后面的情况 今天呢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给大家再把这个事情呢 细节再聊一下 大家如果觉得还有别的消息 在底下留言 我看大家留言挺有意思的 我最起码每天要看上一百多条 我觉得有的留言说的比我说的还好 那么第二条内容呢 就是我们来谈一下 美国可能会禁止中国学生到美国来留学 这个事情呢 实际前几天大家都在说 张太公还有几个朋友 这几天也问我 他们孩子是回去了 但是现在过不来 他们也很担心这个事情 现在具体怎么弄呢 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只能等待吧 因为上回说你不来不行 但是后面又出现了一个妥协的政策 就是中国孩子你来不了了 你在家里头呢 可以继续上网学习 学籍是保留的 当时是出了这样一个变通的政策 那么现在呢 这个情况又有变化 首先是北德州大学突然下令驱逐了这个15名公派留学生 就是让他们一个月之内赶快离境 就是这个驱逐令已经下了 而且把他们跟学校的一切联系都断了 这个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 这个是几天前发生的事情 发生以后很多人就怀疑 那么他现在驱逐这些公盖的 那么会不会慢慢的这个波及到一些留学生呢 大家就是一直有这种担心吧 留学生有公派的 有访问学者 大多数还是自己家掏钱 供孩子出来读书的 就这么几类 现在他已经对这个公派了 肯定是下手了 就开始朝外赶了 这个他没有报具体细节 但是我想中间肯定是有原因的 中医呢蓬佩奥召开这个新闻发布会 有记者就问他 鉴于现在中共对美国的这种渗透吧 这么厉害 主要是指这个技术剽窃这一块 那么美国是不是正在考虑 禁止所有的中国留学生来美留学呢 记者就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蓬佩奥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虽然不是每个来这里的中国留学生 都在奉命为中共工作 但是川普总统已经在认真考虑这种措施了 他的意思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选项 这个中共啊 对美国的这个剽窃啊 那真是成群皆对啊 无孔不入 这个甄别起来也很难 他通过这么多年的建设 各个大学里头都有中共的这些机构吧 像那些学生会了 同校会了 这个你没法甄别 如果他要是彻底把这个路堵死 可能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采取这样一个办法 但是这个办法让张太公来说 也确实不太好 这样的话能伤及无辜吧 为什么这个事情呢 他会提倡日程呢 因为呢前一段时间 不是在这个旧金山 抓捕了一个第四军医大学的这个唐娟吗 那个现在正在开庭呢 最近呢在弗吉尼亚州 又抓捕了一个有军方背景的留学生 这个人呢他叫胡海中 他在这个一个实验室工作 然后前两天他突然没有给任何人说 他就买了机票要回国 他在走之前呢 他把他一个拎盘给毁坏了 撂到他门口的垃圾箱里 被FBI的人呢就拿到了 但是这个数据已经无法恢复了 从这个情况来看呢 FBI呢是早就盯上他了 结果他在机场就被拦截了 拦截以后 他基本上就把他这个事情呢 也就供出来了 这个胡海中呢 在弗吉尼亚大学呢 他是进行生物模拟物和流体力学的研究 被发现拥有他无权拥有的仿生研究类比软件代码 这些代码可以用于载人飞行器和潜水器 通常具有军事用途 该代码是弗吉尼亚大学学术界成员 多年开发出来的结果 等于说这是一个核心的机密 他关键呢 这个胡海中呢 他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流体力学重点实验室的一名工作人员 他等于说是通过这种交流吧 现在到了弗吉尼亚大学的这个工作室在那工作 这个问题很严重 最后FBI一调查以后啊 一看在这个实验室搞研究的 全都是中国留学生 只有一位非洲裔的美国人 所以FBI感觉到这个问题很大 然后找到了他们这个博士生的导师 然后导师说我没给他那个代码 这些情况我都不知道 对不对 他把自己推得一干二进 但是大家去想一想 这种情况可能吗 对不对 你作为一个博士生的导师 底下有那么多研究员 都是从中国来的 那这个东西不奇怪吗 那么我觉得他们这个大学在管理方面也是有问题的 甚至我觉得他们在多少年的过程中就被中共把他们拉拢腐蚀了 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好处就把这个口子给中共开开的 张太宫讲的这种情况都有可能性 我们再往后看嘛 现在只是把湖海州抓住了 他慢慢的可能会把这些学生都进行一个审查的 我相信这个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那么我实际不希望美国对待中国留学生采取这样的策略 我觉得你最起码应该区分对待一下 首先公派的交流的访问学者这一块 那你这个你收紧 我觉得是应该的 这个呢因为确实好多人过来隐瞒他的背景身份 或者是他没有隐瞒 他也是代表着一个单位过来的 他肯定是有学术目的的 对不对 这个你可以这样去做 我觉得也行 第二部分呢 就是对理工科的孩子 我觉得可以加紧审查嘛 对不对 你说这些孩子大一过来 那么你学校要是稍微做一点这方面的审查 或者是日常的管理工作 你咋能发现不了呢 所以你这种一刀切 张太宫觉得也有点不公平 有的孩子到你美国来 也确实想学一点知识 这个学术呢 我觉得还是应该交流 越交流越广泛嘛 只要他不是为中共来搞这个事情 我觉得没有必要那样去做 然后第三呢 我们再放一步说 理工科的你卡一点 那你这个文科类的 商科类的这些东西 艺术类的 那你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去做 所以你一杆子打翻 一穿人这种做法 我觉得也有点简单粗暴 我觉得这个有待商榷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 就说呀 这个捷克的一讲代团访谈 真是对中国是个大大的刺激 昨天张太公在节目里头已经说了 这个口子一旦打开 实际中共就控制不住 再加上这个蔡英文开了美足美牛以后 如果说美台之间把那个自由贸易协定一签 然后紧接着恢复了大时期的外交关系 那么你看看 中共会多难受 台湾在世界上的这个地位 是不是一下子就翻过来了 这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他就赶快派王毅出访欧洲五国 他认为比较好的国家嘛 像意大利呀 法国呀 德国呀 这几个国家 他认为都是他的铁杆 王毅去了以后呢 他在意大利 开这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他讲了一番话 他说他此行呢 是传递四个信号 一是同欧洲携手抗议 二是支持欧洲团结发展 三是巩固推动中欧关系 四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 他的话都说的很好听 他的意思就是 美国现在不是要从欧洲慢慢的撤走吗 撤走来美国的地位 我来顶上 他想的还挺美的 结果呢 这两天德国发生了大游戏 就是抵制德国跟中共的勾兑 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这方面的东西也很多 就是德国人对这个现在也是不满意 德国你好不容易东西的合并 改变了那种共产主义的控制 然后你现在又是有一点走这个东西 大家自己可以去想嘛 默克尔的那些路线 是不是有一点 这个真是偏向共产主义的 王毅呢 还对杰克放了一个狠话 他说杰克议长访问台湾呢 我一定要让杰克付出沉重的代价 他讲的这个话非常狠 我们不知道他这个沉重的代价是啥 是不是他经常说的那个 你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不对 那个话就是让人觉得太有意思了 你既然恨他就让他砸嘛 对不对 结果你又不让别人砸 那么你现在说了 让杰克付出沉重的代价 人家杰克人民不愿意了 现在布拉格的市长 人家就直接给王毅部长发了一个公开信 人家说 这是与你最后一次讨论杰克共和国 你的行为在外交上 已经严重超过了可接受的界限 你居然敢用付出沉重的代价 来威胁参议院主席 你这个没有教养的粗鲁的小丑 奉劝你们尽快对这一无耻的行为进行道歉 否则我们也会让你付出沉重的代价 大家听到没有 人家这个市长强的话 可是非常的坚定的 否则我让你付出沉重的代价 大家想想这个代价是啥呢 绝对是他马上跟台湾建交嘛 大家想是不是 今天就是这么几个内容 跟大家一块来聊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